有很多朋友可能这是你第一次要买电动车 那我们今天先讲一些 比较入门初学者第一次接触电动车 需要注意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Bob 我们今天来谈Luxian的N7 很快就到2024年了 其实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关注台湾的电动车的发展 电动车的选择会不会越来越多 那价格会不会比起过去呢 我们所熟悉的普遍都要150万以上 甚至主流大概都要200万上下 纵观整个台湾车市里面的组成来讲 最大的部分当然就是国产的休旅车这个级距 也就是一般的主流的西级距SUV 现在普遍的价格应该是在100到120万左右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价格带里面呢 如果你的用车的预算大概就是100万出头 那你在市面上基本上等于是没有电动车可以选的 到了2023年下半年 大家开始有觉得有一点改变的曙光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因为有了Luxian N7 它是台湾第一台可以实现 国产平价化的电动车的一个选项 有很多朋友可能这是你第一次要买电动车 那自己也宣誓 准备在三月份应该就会有一定的交车量 那我们今天先讲一些比较入门初学者 第一次接触电动车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讲充电 电动车因为不需要加油 所以我们就要充电 充电就会牵涉到充电规格 那你可能会听到有CCS-1有CCS-2 Luxian N7用的充电规格是CCS-1 那即便是在这种CCS-1跟CCS-2两种规格 其实都存在的情况下 台湾的第三方的充电业者 大概普遍都会准备这两种不同的充电规格 所以只要你可以找到充电站 基本上大概都可以找到这两种规格 只是你到了这个充电站之后 你必须要知道你是开什么样的电动车 如果你接下来是买Luxian N7 那你要认的就是要去找CCS-1的充电规格的充电枪来充电 你可以去找其他的影片 我们有讲解的更详细的 我简单做一点说明就是 电动车充电大致上会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交流电充电 或者称AC充电 另外一种是直流电充电 DC充电 那DC充电通常速度都快很多 我们都会称它叫快充或者是超充 那因为AC的充电呢 功率通常普遍比较低 从没有电的时候充到满 大概需要可能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以上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这是目的地充电 或者叫过夜充电 因为大概一个小时只能充 车子的电量十分之一 那AC充电 普遍都会设置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如果你家里可以装充电器 那你就会在家里装加充 那如果各位家里 不一定那么容易设置充电 那或者是出远门 你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固定停留好几个小时以上 你需要很快速的把电补充满 那去延续下一个里程 这时候你要用的就是快充 那讲完了充电呢 接下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续航里程 过去呢大家觉得电动车开不远 也就是续航里程不够 万一跑不到该跑到的里程会不会掉掐 所以续航里程就是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重点 也是普遍还没有买电动车最焦虑的问题 我认为台湾是全世界最适合使用电动车的国家 因为台湾的气候对电话学来讲是最友善的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因为服务员不是很大 人口因为也很稠密 所以充电业者在布局充电设施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所以台湾现在目前为止的快充 其实已经超过200座了 大家就只要去理解说我要怎么样去预估 我接下来买的这台车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我充满电可以跑多远才不会遇到里程上面的限制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一连串的影片里面 Ucar的测试团队我们花了三天两夜的时间 开着Luxian N7跑了圈台湾一圈 那为什么要跑圈台湾一圈 一方面你要考虑长距离的行驶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讲一下电动车的能耗的特性 很多人使用油车有很长的时间了 你都知道说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 油耗表现就不好 但是开高速公路就觉得说好像油耗表现还不错 但电动车的能耗特性其实不太一样 这个是简单的物理原理 一台车在跑的时候 它要克服两个阻力 一个就是要滚阻 一个叫风阻 什么叫滚阻 因为车子有一定的重量 透过轮胎贴在地面上 如果车子很重 你要去推是不是很不容易推 那车子如果很轻你推的力道就小一点 消耗的能量就少一点 轮胎的大小 也会有影响滚阻的特性 因为轮胎如果是很大的 就表示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大 消耗的滚阻也比较大 需要的能量就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风阻了 在高速公路上开窗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那个风势是很强劲的 那这个风势既然很强劲 车子就必须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去对抗这个风阻 那风阻呢 大概会跟三个部分有关 公式上来讲就是 正面的撞风的投影面积 再乘上风阻系数 再乘上速度 而且这个速度是平方哦 当你今天开同一台车 开时速90公里 跟开时速120公里 速度上是不是差了33% 但是如果你换算成风阻的大小 它就会超过70% 因为是1.33的平方 所以速度会绝对影响到 整个车子的能耗 那另外一个 如果你遇到下雨 天气非常严寒 车子会变成更耗电还更省电 答案是会更耗电 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物理特性 大家必须要理解这件事情 如果做一点简单的结论就是 你在什么情况下开 你的电车能够行驶的里程最长 时速开50到80 走走停停还是会消耗 只是电车的走走停停 并没有像油车那么耗能 因为电车在走走停停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时间会把车子的动能 透过电机的反转 把能量回收储存到电池里面 如果是油车 你纯粹就只是会消耗变成刹车的热能 所以你会发现在4G 通常电车的表现会比油车好很难 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会担心 高速公路环挡没有问题 人口充密区有很多充电站 但是我如果上山怎么办 那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上山的测试了 如果你车子可以开到公路最高点的武陵 你只要上了去就不用担心下不来 即便那时候你只剩下15%的电量 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从最高点的武陵 往东部花莲开 一路从海拔3000多公尺往下 光是这个能量的回收就可以让你的电增加非常的多 增加到多少呢 甚至你开到花莲 然后往北走走书花杆 走到书澳 差不多那个数字就会是你在武陵上面剩下的电量 等于是这一段路程都不会消耗到电力 今天如果你去开了一个油车开到荷湾山 油已经只有一点点 你下山的时候有可能还是会遇到问题 所以以上讲的这几个部分就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始想要使用电动车 那这些部分可能是你需要知道的 那电动车使用上面划不划算省不省钱 普遍看起来使用上面是省钱的 我觉得省钱来自几个部分 第一个目前在政策上因为有利多 是不用收燃料税跟牌照税的 当然大家会担心说 之后会不会免征开始恢复了 那恢复的收法也会影响到之后的成本的预估 那另外一个是燃费 你过去在开车的时候你需要加油 但实际上使用差不多都是在 一公升只能跑个10公里上下 如果加一公升汽油要30元 大概一公里差不多需要3元 那如果你改开电动车之后呢 你在家里充在夏季的时候 其实电价油可能会一度电会跑到六七块 普遍呢如果你一度电算三块四块 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电车大概一度电可以跑个五六公里 所以你一公里大概都会低于一块钱 当然是很省钱 但是如果你家里不能装家充 那你用快充呢 快充普遍大家觉得成本会比较高 那目前我们UPOWER的收费是每度电是九块钱 即便是用九块钱去算 你如果一度电可以跑个五到六 大概一公里的使用成本一块五到一块八左右 还是比油车来的便宜 所以在使用电动车上面来讲 它的确是省钱 另外一个就是保养 电动车在维修保养的负担 是比较少还比较多呢 应该是比较少少很多 因为车子呢在行驶过程当中 基本上没有化学品 甚至呢刹车系统的消耗 因为也有了动能回收 负担也变低很多 所以来林片的寿命 刹车碟盘的寿命都比起油车长很多 那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是 我在2022年的4月呢 交车的IX 我一直开玩笑说 这台车到底什么时候要叫我去保养 因为我已经开了快七万公里了 到目前为止一次保养都还没有去 那这当然是它的保养策略不太一样 普遍来讲就是 电车的保养费用一定会比油车少很多 所以这个都算是电车的优势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有些朋友会担心说 电池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就坏掉了 我相信很多人的这方面的顾虑是来自什么 来自于手机 因为你大概买一台手机 你会发现说 我还用三年之后 你就觉得电池衰退了 我从电池电话学的特性来讲好了 各位试着回想一下 你的手机大概每天要充电几次 大概就是你一天就要充放电一次 你从家里出门的时候是满电 回到家里晚上 是不是就会发现手机快没电了 所以你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手机再充到满 所以一天就大概充放电一次 这个世代的离电池 正常的充放电的寿命大概是一千次 所以一千次大概就是三年的时间 因为你每天都充放电一次 但是电动车不是这样看的 因为电动车充满电一次 即便是里程比较瘦型的电动车 大概也可以跑个300到350公里 那电池比较大可以跑的 大概500公里 如果你今天电动车 你充满一次电 大概可以行驶350公里 那一千次大概就是35万公里 那35万公里 是不是一个需要担心电池就需要更换了 这个车可靠度不是我考虑的范围 那我个人的使用经验是 我从来没有一台车开超过25万公里 我算是用车用的量很大的 如果你经常会开到50万公里以上 我相信即便是油车 你可能引擎跟变速箱也都需要大修 所以电动车的寿命 你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另外一个是Luxian N7 它是用的是铃铁电池 铃铁电池能量密度比较低 也就是它要能够装载同样的电量 它的电池重量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是充放电的特性上面来讲 铃铁电池可以承受的充放电次数 其实是比一般三元铃铁电池来的更多的 其实我认为这个部分 并不需要特别担心 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支影片 让大家对于电动车 尤其是刚刚接触电动车的新手 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呢 就会讲解Luxian N7的产品特点跟实测 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U卡 再会